就像你所说的 山智果然遇上吴老星了 但是如何看在1095话 山智被吴老星抱头秒杀 那个不叫秒杀 山智只不过是被吴老星重创了一下 用他那个致敬牛鬼的凶眼 目前来看吴老星的这一招 到底是噩魔果实能力技能 还是霸光色还不能确定 其实可怕的是 吴老星能让对面的这几个人 包括山智在内都定住 不能动 这就有点吓人了 幸好在吴老星攻击陆飞的时候 弗兰奇及时出手救了自己的船长 弗兰奇真是太帅了 重点表扬一下 何祝国就是弗兰奇救到索隆 这次弗兰奇给船长重中一拳 然后嘻嘻哈哈的笑着 这个世界最高潜力 也要抓我们的船长吗 弗兰奇这种又搞笑又可靠 真的是太棒的伙伴了 那么跟弗兰奇对比一下 山智目前的表现肯定是不尽人意的 他是我们的第三战力 虽然对面是吴老星 虽然有点难为他 但是山智必须要拿出 陆飞左手的这个实力 和我们对他的期望 那么怎么办呢 目前山智也被定住他动不了 但是山智还有个技能 死亡魅眼 虽然剧情一直没有说 山智已经具备了人妖王的技能 但是山智在人妖岛上 被人妖化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通过肥犹曼号 告诉给我们了 他一直始于用这个技能 是因为是在人妖岛学的技能 但是在同伴受到 这么危险的威胁之下 波尼也很快就要被枪杀之时 山智就必须得 释放这个让他觉得持有的技能 人妖王的死亡魅眼 目前从攻击力来看 其实没有比土星的凶眼差多少 可能训练的攻击上限会更高 但是死亡魅眼也不是说笑的 山智如果掌握了这个技能 他就可以在被定住的情况下 还能攻击无老星 拯救波尼 所以爆发吧 人妖山智 使用出你的死亡魅眼吧